南投县体育会民俗体育委员会 与真佛中华光功德会共同办理 2018年南投县真佛中民俗文化嘉年华 继华光碑民俗体育竞赛 吸引了来自全台各地区的学子与家长参与 场面相当热闹 民俗体育活动在各校 每一校一特色的一个带领之下 我们今天有看到非常丰盛的一个成果 也看到我们这个民俗体育协会的用心 在我们各校都有落实 也希望说我们教育单位还有体育单位 能够给予我们各校有更大的鼓励 先议员检井贤也期许县府教育处及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传统技艺 让民俗体育能够持续传承 民俗体育第八届的比赛 可以说吸引了很多县市 我们所有的学生所有的好朋友 他们来参加这个民俗技艺 能够传承下来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统 我们也希望说包括体育会 包括县府教育处 都能大力来督促 让我们这个滑光碑 尊头中这个传统技艺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先议员检世盛也是民俗体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也希望有更多家长能够鼓励学子 学习传统技艺 我们呼吁我们南投县 我们每所学校的校长跟老师 能够尽心尽力 来不用我们这些孩子 课与时间能够让学校 能够教导学生 认真来让他们参与来学习 在这里我也拜托 我们稍微加定 如果有意的 有意义的民俗体育的活动 让孩子来参加 让他们的活力能够好好地发挥 活动中也有许多表演与静态的展览 也期许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将传统技艺向下扎根 继续将文化传承下去 记者李永胜 曹准采访报导 接下来 接下来